撒胡椒面 坚决反对搞不符合实际的面子工程 继武汉热干面后又来个撒胡椒面 习近平这段话是在表彰脱贫成功的演说 不搞花拳绣腿 不搞繁文乳节 不做表面文章 坚决反对大耳花枝 撒胡椒面 习近平低头读稿念出撒胡椒面之前 明显停顿了三秒左右 还有点皱眉头 因此成为YouTube热议金句 有人说一说话就造心梗 习近平估计看到稿子自己都不明白 撒胡椒面本来究竟是啥呢 撒胡椒面有听过吗 不知道 撒胡椒面怎么了 你有听过吗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哇 这个是昨天的时候习主席提到的 所以没有听过这个 撒胡椒面 不明白什么意思 连北京市民也一头雾水 撒胡椒面算是俗话 俚语比喻为主力太过分散 做事没重点 不能解决问题 胡椒面这个俚语吗 不知道 撒胡椒面这俚语 民众反应很陌生 其实走在习近平饮用之前 中国到的搜寻引擎百度 只有不少人提问 撒胡椒面是什么意思 TV新闻综合报道 网上看新闻 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